据韩媒,在因涉嫌吸毒而被一将审判的刘亚仁的起诉状中,包含了他为了将某油管博主打造成共犯,而教唆其吸大麻的内容。 诉状显示,刘亚仁今年1月,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宿舍里与油管博主A某,同伴B某、C某共同吸食大麻,并且期间由于害怕A某指报自己,不惜亲自将A某吸食的方法将其拉下水。 据了解,韩国影帝刘亚仁今年2月被爆出滥用牛奶针,遭到警方调查,后发现他涉嫌吸食多项毒品,让他瞬间沦为过街老鼠,人人喊打。 而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暴力犯罪搜查部在10月宣布,将刘亚仁不拘留起诉。 此外,刘亚仁还涉嫌在2021年5月至2022年8月期间,44次以他人名义非法购买两种安眠药约1100例。 今年1月,他被指控与同伙崔某等其他四人在美国吸食骨科茧和大麻,并教唆他人吸食,崔某也因吸食大麻等罪名受审。